字幕提供 其實我們陸續將我們手頭上的口罩 分批給一些需要的人 交給他們去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候會夾一些 不同的團體或者區議員 甚至身邊有些朋友 有接觸過醫護或者星期工 我們都會給他們的 其實因為我們的群組很瘋 最初的原意是大家去做一些 煉農場的支援 我們由當初派名帽子 現在變成派口罩 就是看到自己的進步位 看到自己的進步位 政治這件事 基本上是離不開民生 食食相關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熱衷去做一些 我們相信要改變社會的動作 就是因為我覺得 有很多東西是真的 源自於制度有問題 或者甚至乎可能一些政權 他們的一些動作 或者他們故意一些消息的封鎖 令到這件事 那個擴散得這麼快 和這麼大件事 想的都是想要一個 好一點的一個政府 或者好一點的一個政權 去給香港人有好一點的生活 有兩件事我是挺慶幸的 第一很多香港人是終於明白到 不是只是上班賺錢睡覺吃飯 嗯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 那個社會 你取之於社會 有時候你要回饋回社會 嗯 哪怕是很小的 嗯 可能是幾個朋友 我們可能做的 其實真的很微不足道 但只不過是希望透過做這些事 第一自己的心覺得 我真的想幫一下人 第二是 我們到了那個年紀 對 到了那個年紀 第二就是 期望多些人可以一起做 慢慢做一個社會 社會說光復香港 嗯 其實是光復回去一個 我們香港人 自己靠自己去 build up 的一個香港 即不是社會說光復香港 不是八九十年代 最經濟起飛的年代 是六七八十年代 我們儲回那個力 儲回那個人情味 一起再起飛那個年代 當整件事平息了 或者有得到一個改變之後 他想過發一種什麼的生活呢 而在這個社會裏面 他最想如果他一旦決定繼續留在這裏 留在這個家裏的時候 他想這個家裏將來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他們可能未經歷過六七十年代 我都未 但是 我們會獨立史 我們會知道香港以往 怎樣靠香港人精神 獅子山精神去 令到這個地方有他的獨特之處 我們靠我們的智慧 我們靠我們以前有的那種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的精神 是這件事 我覺得是 才是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是的 就是 大家對於 你有時 我來幫你 或者對於 賣一個社會 有時 一定要有一個人站出來 或者做錯 有什麼事 真的 以前我們小時候 要承擔 這件事都很重要 有些人一定會有很大的打擊 是的 一定會經過一些很難捱的時刻 是的 相比起這半年的時間 我覺得過去那四五年才是香港更加難捱的時候 是的 因為那時候是更加看不到希望 反而現在我覺得 經歷了一些社會運動之後 我覺得是 反而開始慢慢有一點希望 我覺得你首先要有一個心理準備 對於你自己的 相信的信念 還有你做過的事情 你要知道你自己做過什麼 是的 你要有一定的心理準備 就是這樣 譬如我被捕那一刻 當時我是會有錯愕的 是會有一點點害怕的 那一下 但是 你有過這個心理準備的時候 可能當一刻那個驚訝 很快就會消失了 是的 那我覺得 冷暴的情況嚴重 針對的情況也很嚴重 包括記者剛剛這個 831半週年那個 是的 那我覺得他們加養工 又更加 再惡一點點 是的 那所以 我會覺得 假設香港的司法制度更健全的話 我仍然相信 無論是什麼判決都好 我都願意去承擔 我都願意去面對 只不過我覺得 在我和這麼多被捕或者提堂的落案的手足朋友 都好 我會覺得 大家都應該要面對一個公平的審訊 即是不可以未審先判 是的 我自己本身就從事電台一段長的時間 那譬如遇上一個叫做起伏 然後現在就主力做一些網上的平台 即自己經驗一下Youtuber 各樣的事情 那但是 在我過程裡面其實都 反而 原來離開了電台一個小小的舒適圈 其實 那個可能性其實都還有 即是不要大家經常一來 任何行業都是 不要一來就看死了自己 其實路是人走出來的 即是這裡問一下 那裡問一下 自己的腦袋轉一下 香港人最擅長的是動腦筋位 想想想其實窮則變 變則窮 你的想法 你的堅持的態度在這裡 其實是不是在這一行 都未必是最重要的 因為在不同行業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表達這件事出來 即是譬如可能他拍攝 他又幕前 假設他變成了幕後 他都一樣有一個製成品出來 只不過他不在鏡頭拍到他 那既然轉了方法 既然我們現在變成水 那為什麼要給一個形狀 給一個容器去限制我們呢 即是你覺得說 這大半年你失去了很多 那你又想回頭 你過去的22年 你們得到過什麼呢 有三盲 就有三盲 是閻